咻 咻 咻 嗯 這個 怎麼放都會倒 哈囉大家好 Ru-chanです 今天要來拍我的 那為什麼要拍這個呢 其實都是因為 我的好朋友 Elly 對我被他點名了 所以我就強制要來拍這個包包 但是 我看了Elly的影片 就覺得 他真的是一個好 女子力好高的人 因為我覺得 我的女子力沒有這麼高 但是既然都被點名了 就還是來介紹一下我的包包 還有我的包包內容物 登登 這個就是我的包包啦 那這個包包是我平常 上班的時候會帶去的包包 它是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是我在日本 合作了一年多的網拍 那我還蠻喜歡的 這一家網拍 它主要都是打一些 比較上班族的風格啊 親手女風格 那我挑的這一款是 它是基底是白色的 而且我覺得這個是 是灰色的蝴蝶結很可愛 而且它這個底啊 它這個底部是這樣子 是一塊的 然後上面這個地方也都很挺 就是你這樣子放著 它的形狀都不會改變 就很挺 我覺得很美 這個手機殼是文章送我的 好像是去年的交往紀念日 他送了我這個手機殼 那個時候我有把它PO在Facebook上 那這個手機殼它其實是唐吉科的買的 非常非常的便宜 然後我也很喜歡 那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手機殼 這個手機殼是掀蓋式的 它是有個扣子 把它打開之後 就是長這樣子 這邊就是一般是 給你放手機的地方嘛 然後另外一邊 左邊這邊是 上面是鏡子 然後下面是讓你放交通卡 交通卡就是像悠遊卡 日本的話是C卡 或是PASMO 那我是C卡 而且我在這個卡 還有放那個 我的悠遊卡 而且我的悠遊卡是 是這種款 是這個貼紙 不知道有沒有人有過 這個是我上次回台灣的時候 我爸爸給我的 就是非常的 吐氣 就是非常 非常的聳 我都不好意思把它拿出來 但是因為是爸爸的愛 我還是 就算回到日本 我還是一直放在我的 手機的 這個放交通卡的地方 那跟大家介紹一個 我覺得這個手機非常棒的地方 就是大家有發現 它雖然是掀蓋式 但是它這裡是 沒有拍照的孔的 那我竟然就很疑惑說拍照的話要怎麼拍 那其實它是這樣子的 看 登登 它是可以往上滑 然後大家看這邊都破掉了 就是 跟大家說一下它為什麼會破掉 竟然都會想用自拍棒拍嘛 那自拍棒的話 這種手機是沒辦法夾住的 所以我都會 這樣子把這個殼 拆開 然後只把手機拿出來 把它放在自拍棒上 結果就是因為我 不斷這樣子 重複的拆裝回去 拆裝回去 所以其實這個 手機殼已經被我弄成這樣 然後文當都說我作為一個女孩子這樣子 太丟臉了 那下一個要跟大家介紹的呢 就是這個 我的錢包 的呢 這個錢包 是 Coach的 這個也是文當送我的 這個是去年聖誕節的禮物 其實我在用的東西 都被文當 慢慢的用一些交往紀念日啊 節日啊 太換掉了 就是變成是它送我的 像這個手錶其實也是 我找到工作的時候文當送我的 那為什麼他會送我這些東西呢 因為我是一個 嗯 比起買精品啊 買東西 我比較喜歡把錢花在吃上面的人 然後 所以就導致成 我用的東西可能就是美華泰的 比如說我的錢包 一直都是美華泰的 180塊的錢包 我已經用了 用了四五年吧 然後就看起來很破爛 文當覺得說 我要出社會了 怎麼還可以用這種錢包 應該要作為一個社會人的象徵物 應該要用一些比較好一點的東西 因為我比較想把錢拿去存錢啊 還是吃燒肉什麼的 所以就文當看不下去 他就送我 那其實 文當送我這個啊 我自己預計我就是想用一輩子啊 可是 文當就覺得說這個錢包用一輩子太久了 給大家看它的背景是這個 米白色的基底配這個花 我覺得還蠻漂亮的 然後是做成這種拉鍊式 我把它打開給大家看 那打開的話就是像這樣子啊 它就是有放錢的地方 然後也有給你放卡的地方 那這邊的話 我也是有放那個台灣的悠遊卡 就是我很多台灣的東西 接下來是第三個 登登 這個呢 是我用來放會員卡的一個小零錢包 因為其實日本很多地方都有 就是會員卡 然後集點卡啊什麼的 所以我去每個地方幾乎都會辦 覺得這樣比較划算 然後至今就累積了 就是這麼多的卡這樣子 那去每個地方我都會看他們會員卡 把它拿出來集點 那剛才的錢包裡面也有 就是放卡的地方 那些 我放在錢包裡面的卡 就是比較常用到的 比如說超市啊 還是超商 這種比較常用到的 那其他這種電器行啊 書店啊 我都是放在這個 小零錢包裡面 這個小零錢包 是我在光南買的 好像一個才39塊 49塊的樣子吧 就還滿便宜的 而且我覺得很可愛 它上面就有一些服飾繪啊 不倒翁這種小圖案 還滿可愛的 下一個東西是這個 這個呢 是以前我在北海道的時候 我的朋友送我的名片夾 那因為上班的時候都需要遞名片 那我們公司就有規定 我們一定要每個人都帶個名片夾 所以我就帶一個名片 但至今我都 至今我都還沒有用過 下一個東西是這個 這個是我買的透明貼布 因為我幾乎每天都穿高跟鞋 然後穿高跟鞋的時候啊 腳後跟可能就會一直摩擦到 那可能會長水泡什麼的 就比較麻煩 所以我就有去買一個這種 okbom是專門貼在腳後跟的 再下一個呢 是這個 這個是護手霜 這個護手霜它也很便宜 這個好像是在便利商店也會賣 然後我當初是在唐吉科德藥妝店那些買的 這個我忘記多少錢 可是它真的很便宜 是曼秀雷敦出的 而且它出的香味是有點淡淡的檸檬香 就是我還蠻喜歡的 然後再下一個是這個 登登 這個是我在書店買的書 那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日本特別的文化好了 就是我當初買書的時候啊 我買的書是這一個 Coco Chanel的 我買的是香奈爾的 他的名言集 就是裡面啊 會有一些香奈爾講過的話 然後還有跟他的故事合在一起 那為什麼我會隨身攜帶這個書呢 因為其實我很喜歡我的上司 跟我說的一句話 還有我很憧憬的一個人 他跟我說 只要成為社會人之後 每一部都是自己育成 自己育成寫作這樣子 那就是說 如果說你自己不去增進知識 不念書的話 那就會跟別人產生差異嘛 所以我就覺得 真的要常常保持閱讀的習慣 那我自己其實本身又喜歡看書 那其實我之前看的都是一些小說 懸疑小說 推理小說 所以就覺得想要換一下香奈爾 那我去買一個 我平常沒有看過 但是也很有興趣的 所以那個時候選了這一本 Coco Chanel的名言集 那我覺得日本蠻特別的 是你在日本買書的時候 他都會問你要不要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Caba 那Caba有些人是會自己去買 專門自己的那種 Carton 自己專門的書套 那種其實在日本款式也很多 然後但是也有一些是書店提供的 像這樣子 一張紙 他只是用一張紙 把它折成那個行算幫你套著 那很多人其實不太喜歡這種 他們就會自己去買 像我剛才說的那種書套 那為什麼日本人會想要用這種東西呢 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在看書的內容 被別人看到有點尷尬 跟丟臉 不想被別人知道自己在看什麼書 因為他們看書幾乎都是通勤時間嘛 所以就有這個 我是覺得這個還蠻特別的 因為在台灣沒有這樣子的文化 下一個東西呢 是這個 香水 為什麼我要買香水呢 其實我自己本身是一個對身上的香味 不會 就是只要不臭就好了 不會說特別去買香水 然後 但是跟我相反 文當其實就是一個香味控 他非常非常喜歡香水 他加一整排排出來都是香水 那我是可能沒有 從小沒有這個教育 所以我就沒有什麼興趣 那跟大家說一下 為什麼會突然想要買香水 是因為剛才跟我介紹的這一本 Coco Chanel的名言集裡面 它裡面有寫到 關於香水有非常多非常多的言論 例如說它這邊就有寫說 我給大家看 這邊就寫 這個講得有點過火我覺得 然後再下一個 這個是 我只是舉出其中兩篇 他其實就舉了很多篇 我就發現說有個香水好像真的還不錯 而且其實身上味道是給別人舒芋的香味 也會給別人的感覺比較好 所以當時我看這個之後 我就跟文當一起去LOFT 去找就是這種價格沒有很高 就先讓我自己習慣的香水 那那個時候我們有試噴的是這一款 它這個好像是 這個牌子我不會唸 它是這個牌子的 第25週年的時候推出的香味 然後我那個時候和文當一噴 然後我們兩個就直接買下來了 因為這個香味非常非常的好聞很香 因為其實像剛才講的文當它是香味控 它其實對香味還蠻嚴格的 但是它也是一噴的時候就很喜歡 這個味道有點是淡淡甜甜的 啊這個知道沒有辦法讓大家聞到 它是有點橙橘的味道在裡面 我自己是還蠻喜歡 其實我之前就想要拍關於這支香水的影片 但是一直沒有拍 那就藉著這個機會剛好可以介紹給大家 然後是最後一個啊 最後一個是這個 是雨傘 這個也是我跟文當一起去買的 這個是我們在去年也是夏天的時候 去了台廠LOFT 它在大特價 這一支雨傘好像本來要日幣兩三千吧 但是我們那時候買到半價 就只要一千日元 所以就覺得很划算 就把它買下來了 因為它其實小小隻的很方便攜帶 然後有個套子 那那個時候我選的就是這個北極熊的 文當選的話是黑色的野狼的 就是我覺得我們兩個這樣搭一組還蠻可愛的 給大家看它的大小 其實它的大小就是一人 就是一人的這種 其實它的大小就是一個人這樣撐的傘 我在室內這樣撐傘很奇怪 但實際就是想跟大家介紹 這個傘我覺得很可愛 而且它還有防UV的功能 不只是下雨天 太陽的時候也可以拿出來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的 裡面放了什麼東西 還有我平常都帶什麼 就是其實我的女子力沒有非常高 大家可以去看Ali的影片 那這裡呢我要再點名一個人 我要點名Karen 我就一直很好奇說Karen她這麼可愛 她包包裡面到底放什麼 那接下來就期待Karen她的影片 如果說大家喜歡我這支影片的話呢 都歡迎大家幫我按個訂閱 然後開啟鈴鐺 接收最新的通知 也可以幫我按個讚 那你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你包包裡面的放什麼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掰掰